大家好,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怎樣做好一道菜補蝦米蒸豆腐 做法簡單又好吃 首先準備一盒白豆腐 30克菜補 20克蝦米 4粒小紅蔥 1顆青蔥 好,現在我們把菜補給它泡水 泡它大約10分鐘 接下來我們也把蝦米給它泡水 給它泡軟 好啦,10分鐘過去了 現在我們把蝦米的水倒掉 瀝乾水分 拿來備用 菜補也是 把水分都擠出來 好,接下來 把小紅蔥 切成圈 再把它拆散 再把它拆散 放在盤中備用 好,接下來是青蔥 把它一開二 放在盤中備用 再把它切成小圈 再把它切成小圈 好,接下來是蝦米 好,接下來是蝦米 我們也是把菜補 照樣把它壓碎 好,我們下入少許油 再下入小紅蔥 來慢火給它放香 記住火焙太大了 好了 看見它有金黃色 我們就可以取上來備用了 少許油 下入菜補 也下入蝦米一起 給它慢火炒香 如果是油不夠的 可以加少許油進去 好了,差不多啦 就好像這樣子的金黃色 就可以拿上來 好了 可以拿上來瀝乾油分 來備用啦 好 接下來我們再把豆腐放進碗中 給它四個角落開個洞 再把豆腐取出來 好啦 現在我們可以把豆腐拿去蒸啦 來,水飛了 現在我們下入豆腐 給它蒸五分鐘 好,五分鐘過去了 豆腐已經把它蒸熱了 現在我們把菜補和蝦米 鋪上豆腐上面去 小紅蔥也放在豆腐上面 好,這時候我們再加入一茶匙的醬油 來,剛才的蔥油 淋在豆腐上面去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加入一茶匙的醬油 再撒上蔥花 好啦 一道芳香適宜的 菜補蝦米蒸豆腐 做好啦 無論味道和外觀都很好的 喜歡我的頻道 就訂閱 分享 按讚吧 謝謝大家